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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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就是本學期的最後 那我們來review跟preview一下 回憶一下我們這學期都幹了些傻事 以及之後你們要做什麼 呃 我們這個學期教的是Computer Programming 那我們每一次到學期的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要回顧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把學期第一堂課講的東西拿出來再講一遍 那因為那個時候總是在做overview 那overview的時候一般來說總是沒有什麼概念 但學期末在看的時候就會比較有feel 所以大家如果修別的課其實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學期結束了以後 你再把你那本課本的目錄打開來 如果你看一遍覺得有feel 那應該就蠻有收穫的吧 如果沒feel就把課本燒了 可能就把課本打開來看一下 OK所以我們那時候說了什麼呢 什麼是電腦程式 大家想像一下你過了這一個學期以後 對於什麼是電腦程式有沒有多一些認知 電腦裡面運作的元素又稱為軟體 是結構化的資料和指令的結合 然後用來讓電腦做一些特定的任務 是吧 exactly就是這樣嘛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指令和資料做系統性的整合 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了以後 用結構化的方式叫電腦做這個做那個 產出你想要產出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很多商管人強調的事情 你如果不知道要讓它出什麼結果的話 再會寫程式也沒有用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工具和domain的結合 好處是你可以算得很快 你有很強大的記憶體 缺點是截至目前為止 你還是得要告訴程式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大家如果看一些科技新聞啊 就是AI很厲害啊這個機器人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有錯 不過大家也可以看就是 它這種資訊科技的應用的發展 一定是從比較well defined的問題開始的 比如說人工智慧或者是機器學習 最主要的應用 我應該說最成熟的應用包括像什麼呢 圖形辨識嘛 圖形辨識就是包含影像辨識之類的 語音辨識嘛 對吧 文字辨識嘛 語意辨識嘛之類的 因為這些東西相對來說比較有標準答案 這圖上是一隻貓嗎 請選出你的朋友之類的 它比較有標準答案 就比較能machine learning 比較能AI 我們能判斷這個演算法到底好或不好 那很不幸的有一些東西還是不行的 所以需要有一些人去做某一些事情 至於那是什麼事情就大家要自己找啦 好 所以呢我們回到這個課 programmer要怎麼樣告訴電腦我們要幹嘛 programmer就去寫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使用programming language 一行一行的把程式寫下去 然後呢來產生我們的computer programs 執行一個program的意思就是 一行一行的執行這個instruction 然後hopefully最後會達到我們程式設計師想要的目標 這裡的每一個字希望大家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對 就是這個樣子非常的make sense 那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人跟電腦講話的工具嘛 我們呢大概可以分為machine language assembly language 和high-level language 那下面這兩個 大概我們是不太需要煩惱 因為它就是電腦真的看得懂的東西 那我們人呢主要是寫high-level language 比如說python啊之類的 那底下的這些compiler啊 interpreter啊之類的 會把它翻譯成電腦看得懂的 那就是電腦的任務 我們的任務就是follow這個compiler 或是interpret的規則 包括語法上的規則 邏輯上的規則 去把東西生出來 對這是我們要寫的high-level language 那麼我們今天啊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再去接觸到 或者是寫到其他的程式語言 那常見的像是CC++ basic,quickbasic,visualbasic,4chan,cobo 那大家最有機會學的我猜是R吧 因為R這個東西也挺熱門的 高速發展中做統計資料分析很方便 那如果有機會學的話 我是非常的鼓勵啦 那如果你有可能當工程師的話 CC++或者是objective-c,c-shop,java之類的 當然就挺重要的 那這上面也有一些老舊到不行的程式語言 比如說4chan,cobo 4chan大概就是二次大戰那個年代 就是電腦剛出來的時候 被使用的程式語言 那cobo差不多 但是這些語言現在都還有人在用的 所以只是用途比較特定而已啦 那大家如果 修了這門課了以後呢 理論上你要再去學別的程式語言 當然就是容易的多了 那比如說R好了 我記得蠻常遇到有人問我們 或是問我跟盧老師就是說 我們這個課為什麼叫Python不叫R 因為R挺有用的嘛 這樣子 整體而言Python比較結構化一點 那系統化 R比較發散 它比較不系統化 整體而言 整體而言 所以對初學者來說 學Python可能會好一點 就是你比較有結構 那如果你們現在想要自己去學R的話 我相信不會太難的 你寒假打開一本書 找一個網站 把tutorial看完一遍 我覺得應該就會了 所以 還不錯 那Python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當初故事也講過了嘛 就是某一位偉大的工程師 他有一個Christmas week的時候 不知道要幹嘛 找些事情來打發時間 就想說不如我來幫自己做一個工具吧 這個工具讓我以後寫程式很方便 不是不是不是 聖誕節的時候就 開發了第一版的Python 那後來當然大家就加上去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你今天聖誕節不知道你打算幹嘛 但不論你想幹嘛 說不定可以做點偉大的事情 很有可能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用Python3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如果去看一些網路文章 Python3跟Python2 還是有蠻顯著的不同的 就是等於是兩個不相容的版本 所以你如果學了Python3 那有一天你想要做點有用的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找到一個Library 它是用Python2寫的 可能就派不上用場 這個提醒大家一下 那希望大家有感覺 就是Python對Beginner來說是好的 那我看過很多的報導 很多的報導都是說呢 現在在世界上 教比較知名一點的大學 教這種 Basics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或是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Programming 用的最多的語言就是Python 那 新聞有興趣大家自己找 很容易找到的 Python這個東西啊 如大家所見 它寫起來 Simple Simple的意思是 不用寫很多韓蔻的 就可以做到蠻強的事情 並不是說很好寫 這個是 邏輯的問題 語言的問題是分開的嘛 所以它容易上手 然後呢 它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啊 這年頭這個AI熱門嘛 那如果大家去接觸一下 跟Machine Learning啊 人工智慧有關的東西的話 有非常多的Library都是用Python寫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要做一些這種 比較高端的事情的時候啊 如果你用Python的話 會蠻方便的 那當然這都是正面循環啦 因為這樣就有越來越多人寫Python 所以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不過Python的東西有它的好處的 你以後如果要當工程師 或是要繼續做這些 Programming的事情的話 那用這個確實是不錯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它讓我們可以簡單的 直接的接觸層次設計的概念 我覺得就很好啦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這學期上了些什麼東西吧 第一個禮拜 我有點忘了 但大體上來說 就是把這四個禮拜的東西 再做overview 然後呢我們講了一點 電腦的基本原理 你知道電腦是二進位的 你知道電腦為什麼是二進位的 你知道整數跟小數 或者說浮點數 在電腦裡存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以及電腦為什麼需要有資料型態 的這些事情 然後呢我們開始交 if else 我們交了for while 這兩個東西如果你會 你就是會寫程式了 不會就當作是不會 這樣子 如果你知道電腦可以判斷 如果你知道電腦可以反覆運算的話 這兩個東西組合起來 可以寫出你所有需要寫的程式嘛 所以這其實就是核心 所以嚴格講起來這門課上到第三週其實就夠啦 好 然後呢我們就講了operations management的應用 那這個地方講的就是 還真的就是應用的 包括你可以排成 工廠裡有數個機台 一大堆做不完的工作 每一個廠商都是逼著你趕快把東西做出來 但是你的資源有限 這資源怎麼分配 工作怎麼調配 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供應商這些天都在發生 程式會幫你做這個運算 我們講了存貨問題 我們講了預測問題等等的 那這些都是這個程式設計在作業管理上的應用 然後呢就換盧老師 盧老師先講了functions functions這個東西啊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它對於寫程式來說是加分而不是必要對吧 大部分的程式 幾乎所有的程式 可能沒有全部 大部分的程式你都不需要寫functions 你就是從頭到尾 啪這樣寫下來 也是可以的 只是程式會很醜 或者是很不容易維護 所以當你開始學functions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學把程式寫好 而不是只是把程式寫對而已了 這嚴格講起來就是你為什麼 可以說自己python excellent 的原因嘛 因為你已經不只是 拼拼湊湊出一個會動的東西而已啦 好那你會用了functions了以後 它幫你把程式做模組化 你可以切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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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定程度上是剛剛講的運算思維對吧 就是我看著一個大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大問題呢 就把它切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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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段各自解決 那這個是一個說起來很普通 但你如果經常寫程式 或是曾經寫過程式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後呢 教了string list dictionary tuples之類的 讓我們可以處理更複雜的型態的資料 程式是資料和指令的結合嘛 所以需要這些資料結構 後來盧老師就講了finance上的應用 那finance上的應用 他講的是跟這個股價 跟這個return 跟這個CAPM有關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有一點印象 最後的時間我們交了class class again 又是在跟大家講 我們怎麼把東西包起來 模組化嘛 你會模組化的話 你就真的是個程式設計師啦 因為你大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切小 你可以把它包起來 你可以跟別人溝通 你們可以約好說 給我一個class 可以做這些事情 給我一個function 可以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把它兜起來 你以後長大要當manager了對吧 當manager怎麼指揮你的手下呢 你誰誰誰把這件事情搞定 你誰誰什麼時候之前 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你們就是約好那個interface 或是約好那個spec 跟寫程式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呢 講了library 講了怎麼畫圖 講了怎麼做GUI 然後呢 去了參訪 今天早上有同學來發表他們的心得 然後有演講 然後有我們現在在做review 這樣子 好不管怎麼樣 下禮拜記得要來考試 好 所以各位真的是學了很多東西 不過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所以給大家一個 某一種概念上的課程地圖 我們現在在這兒 這課已經學完了 如果你還想要多學點什麼的話 那可能可以幹嘛呢 首先我們就把資管系跟自公系 我們就只列台大相關的課 資管的話 資管系的同學大一上有一門課叫程式設計 教C++ 有興趣可以來修 也是我教的 還是不要好了 就是又是悲慘的人生 是吧 所以程式設計這課 結構跟PPC很像 只是教的東西當然就是 某方面來講比較多比較難 大概就是那感覺吧 如果你以後沒有要當工程師的話 可能不需要 但如果你有興趣多了解 覺得多了解也不錯 那我覺得很歡迎大家 大家如果從來沒有任何基礎的話 直接來上這課確實是挺辛苦的 但現在有基礎了 我覺得修下去應該是挺OK的 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資管系的話 一下有一門課叫做 資料結構與進階程式設計 資料結構大體上來說呢 跟你們學的那些list top post dictionary有點關 那一門課當然不是教你怎麼用那些東西 其實教你怎麼做出那些東西來 以及做出那些東西來了以後 背後底下必須要煩惱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效率啊 可靠度啊 安全性啊 等等的 總而言之 就是一門進階的課 大家如果修了這個 想要直接修資料結構 可以的 只要你願意多花點心思 因為這個也是用C++ 這個也是用C++ 你如果是修完這個修這個 就直接就銜接嘛 如果你是修過python 修C++ 你就花一點時間把C++部分補起來 不是不可能 但 if 你現在真的有興趣 下個學期要來修這個 不好意思 又我要開版 對 if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來聊一下 我們確認一下 你合適或者是你應該 不要冒然敵 就是傷害自己的青春 好 那這些完了以後呢 資管西還有門課叫做演算法 演算法這個東西的話 又是資料結構的再進階 好 那到演算法這個課的時候 你已經不太寫程式了 你主要是設計程式 所以你有非常多的工作 是紙上談兵的 你只需要在紙上寫下 我覺得應該是這麼做吧 然後我們就會檢驗你的想法對不對 好 它已經不是implementation level的事情了 好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 沒有要解決非常艱深的這個演算法問題的話 可能不需要這門課 有興趣當然可以一路往下修啦 不過是性質上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然 again 要修還是非常歡迎的 因為這東西都很有趣 再往下是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就是 你如何打造一個Windows 或者是Mac OS之類的東西 對大部分的同學應該不需要 不過再往下的話 資管西的大三有資料庫和網路這兩門課 網路相對的大家應該比較不需要 但是資料庫在這個年頭 應該是幾乎每個人都需要 各位如果有興趣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修一下資料庫很make sense 那有一些系也本來就要修 那我覺得那都是很好的 你如果修過這門課的話 要直接修資管系的database 是可以的 但當然該花的時間要花啦 因為你跟那些從這條路走上來的人比 還是差一點background的 但是是可以的 至少以那門課現在的架構來說是可以的 只要你做點心理準備 約幾個強者夥伴一起去就可以 就可以 就是不要一個人去啦 好 那來看一下資工 如果你對資工的課有興趣的話 資工大一上也有層次設計 不過跟這些的性質就已經重複性有點高了 所以可能可以考慮的是直接在資工上data structure和演算法 以及演算法分析和設計這樣子 那這部分都很明顯的 就是比資管系的課在更深更難 理論上除非你現在就已經打算離開管院或是什麼的 不然應該是不太需要 不過有這些相關的課相對應的 跟大家做個介紹是可以用的 好 那你另外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那這個是資管系的層次設計 有興趣的話回去看一下課人大綱 就是有一點幫助的 那或者是學校現在有很多CS Plus X的課 那CS Plus X這個課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觸過 不過就我的觀點來看我覺得那些都是好東西 只是你要有點基礎再去上會更有效 CS Plus X的東西相對於我們這個課 更像是在它之上的各式各樣的技術 你就姑且想像我們這門課在蹲馬步 那門課在教你什麼降龍掌啊羅漢掌啊 或者是武當少林拳法之類的 所以那些課相對的更不fundamental 但是呢它標榜的是讓你可以快速的 學會使用某一種工具 你可以繪圖你可以做資料分析 你可以控制機器人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其實也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這門課的基礎的話 我覺得修這些東西幫助應該挺大的 反正如果你有朋友想要修CS Plus X 但他沒有類似這門課的基礎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他先畫一個學期 走過我們這學期走過的事情這樣子 那當然盧老師在資管系開列門課 叫做統計學習初論理論與實物之類的 那他不在我就幫他廣告一下 難道不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學點資料分析的東西的話 我是覺得這課挺好的 但你可能 你除了這門課以外 一些現代啊統計啊高統之類的知識 如果有的話上起來會愉快點 那不是很容易啊 那我個人教作業研究 那作業研究就是類似公管系的管理科學模式之類的 大體上來說就是教演算法 怎麼搞那些生產啊行銷啊運輸啊 這個物流啊等等的行銷 定價等等的議題 那也就結果來說 是一門你懂程式修起來會比較愉快的課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前一頁沒列出來的 Data Mining Business Analytics Multivariate Analysis之類的 那這個很多系都有在開 那大家參考一下 那另外這年頭好處 就是大家應該也可以感受到 學程式設計或是資訊科學 就是網路上的資源很多 就算只看台大 台大OCW台大MOOC 上面有一大堆你可以上門課 程式設計的也好 那資料結構的也好 或者是資料庫等等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找找看吧 那最後呢好像還有我看一下幾分鐘 五分鐘差不多 就說跟大家分享這個有點五四三的東西 這個是去年差不多十一月前後 那我有個學生 就是去年的這個課的助教 他呢有一天晚上就忽然就敲我Facebook 問我這個問題 他就說你覺得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我想說哇發生什麼事啊 後來得知反正他要去McKinsey面試 他覺得就是好像有預告就是會問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就來討論一下 但我覺得這問題不錯 因為我時不時的會想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可能不能算是同一個世代的 也差了十幾歲了 但是跟我們以前的前輩比起來 又還有點像 所以呢我們接觸過的事情有點相關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網路上查一篇文章 叫做7年級前段班最倒霉之類的 大意就是說像我這樣的人啊 就是小的時候台灣很有錢 長大以後台灣變窮 然後呢比我早四五屆的學長 都去電子業就賺得很爽 到我這個時候就沒有了 然後呢我起來了以後房價開始飆漲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少子化 小弟我就是這個年代的人 對 所以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最大挑戰是什麼勒 我覺得啊就是 最大的挑戰就是如果台灣不戰爭 不饑荒不流行病什麼的 那我們大家出社會的時候 位置都被占滿了 不知道大家有時候會不會想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們跟爸媽那個年代的挑戰不太一樣 爸媽的挑戰是資源匱乏 但是機會很多 我們的話是資源不予匱乏 但是機會很少 像我這個年紀30歲出頭的人 找不到位子當老師的博士很多很多 他們有的人是不優秀 但也有的人很優秀 但是就是沒有位子 因為位子已經被占滿了 那像比如說我們鎖 我們鎖每年50個學生畢業 有10到15個會去台積電 那年薪很高 但是他們升不上去 因為台積電前面的人都已經把位子占滿了 那很多公司都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30年前進資程 進請業 那你弄一弄 可能有一天也變合夥人 現在的話不知道排到哪一天 對吧 所以比較類似沒有升遷和表現的 機會和舞台吧 而且這個議題就是 你這個國家越繁榮 或者是和平越久的話 越容易發生 就是大家剛打完仗 死了一大堆人的時候 滿地都是機會 但是慢慢的資源會變多 機會會變少 需要的東西變得不大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年代的 至少台灣的年輕人 就得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所有的國家 應該多多少少都是 就是有的年代是缺資源 有的年代是缺機會 好 所以如果社會不想辦法 起爲這個問題的話 年輕人就會低心爆肝 沒有發展空間等等 他們就會出手 社會沒有創新而恶性群 好 所以這個就是同學 我來問自己 真的想跟你一模模一樣一樣 這個東西還聽嘴砲 對 所以解決方案就是沒有解決方案 對 聽老闆講話覺得自己好訓怎麼會講 我第一次想要 這是我 我第一次想要這個問題的時候是 我們系畢業的一個學長 他回來資管系演講的時候 這個學長呢 他就是台大資管所碩士畢業 然後去台積電 然後後來呢 就升的 蠻不錯的 那我也有個學生就畢業了 他也去台積電 那我們就可以預期 他不可能會 在這個年紀升得這麼快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所以 雖然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但是 時代自然會發展 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國家 他持續地發展了以後 每年大學就是吐這麼多學生 吐這麼多學生 吐這麼多學生 進入這個社會 然後呢 位置就會慢慢的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這都是必然的 對吧 所以 我們這一代的人 可能 環保貧窮 平等正義都很重要 但是 人活著如果覺得有希望的話 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 但你如果每天就是做一些 嗯 做這到底幹嘛 如果沒有舞台和沒有發展的空間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生還不如一條鮮魚嘛 對吧 所以 雖然每天在台大做的要死不活的 但截至目前為止 覺得人生還有舞台 就覺得有活下去的意義 某方面來講 所以 我覺得 解決方案 可能也沒有 但是一定要說的話 有一個結論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的學生 如果想要 避免自己出社會了以後 找不到位子 那你可能得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學以前的人 沒有在學的東西 現在老師如果要幫學生的話 就是要用以前沒有的教法和內容 去教學生 那我們不能就是把以前的人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那這個想想也蠻make sense的對吧 比如說各位假設念財經系好了 你財經系的學長姐 畢竟早五年出社會 然後他們帶著滿腹的投資學 財管各式各樣的技能 然後就出社會 然後就把這個位子 左站站右站站之類的 就沒了嘛 然後換你們 你們出社會的時候 又是投資學財管 那你們的能力 跟他們如果全部都一模一樣 那他們現在有位子 有資源 有老婆 有小孩 有車子有房子等等的 那你要證明自己可以取代他 或者是做他不能做的事情 自然就很困難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學點他沒學過的東西的話 可能這件事情就有機會 那從老師的角度來看的話 老師的任務就是 教你們他們以前沒學過的東西 我想這個很合理吧 那同學就說啦 可是有比較老的人就會說 當年他們也是開放自己的舞台啊 所以現在老了 想說他們的這個東西是應該的 其實沒有錯 他們是以前的人 有以前的人辛苦的地方 所以以前的人辛苦到一定程度 假設你說他們開始擺爛享福 其實是很OK的 畢竟這是人正常的需求 上一代缺的是物資和知識嘛 這一代缺的是位子 所以本來就是每個世代的人挑戰的不一樣 那他們度過他們的挑戰就換我們度過我們的挑戰 這樣子 那面對的方式就是不要跟著以前的人走的路走 不要只學以前的人學的東西 這樣沒辦法超越以前的人 就好比課程對吧 我們台大假設過去20年來幹的不錯 資管系管院假設幹的不錯 培養出一大堆社會上的這個優秀人才 越是成功的教材好像就越得要換掉才行 不然我們後面的人都跟前面的人一樣 各位出社會就是文死了 對吧 那其實也沒有錯 我現在之所以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大吹大雷 就是因為我學的東西跟我在資管系學的東西不太一樣 好我大概還有五分鐘吧 如果有事要先走就先走 就因為我學的東西跟以前的人學的不太一樣 如果我在資管系念完碩士 再在資管所念博士 然後我學的東西全都是跟自己的老師學的的話 那我畢業馬上就滾蛋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為這個系貢獻任何一點點東西 但如果我離開這個地方去念一點什麼東西 再回來 然後是這個地方沒有的 他們才會把它拿來用 所以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要不要改變前面的人 恐怕不一定 前面的人有前面的人任務 他們如果完成他們的任務的話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改變我們自己就是了 我們包括我在內或是大家在內 問題或許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你們得要去找你們到底能做什麼 對吧 那你們這個年代要做什麼的話 以前的學長姐說你就好好念書跟我一樣 中塊投資學稅吧 好好學好就好了 不要學什麼城市設計之類的 也沒有錯 但是別人成功的方式跟你能成功的方式 很可能是無法複製的 而且這個無法複製還不只是因為因人而異而已 就是因為他就是已經成功變成那個樣子了 所以你再成功也就是跟他一樣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展現自己的價值 那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事情可以說很難也可以說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今天有某一種商管或者是經濟 或者是其他領域的背景 你呢多學點科技的東西 你們的學長姐他們就不會 單就這件事情你們就可以展現你們的價值 那這個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教這門課 如果這樣的話 或許你們可以做點以前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對資管系的同學來說的話呢 他們可能就要找別的事情 就不一定 但總之你們也不是一定以後就是做科技或是衝殺鬼的 但是你們要學一點以前的人不會的東西才行 所以我們就開這門課 那我們開這個課坦白說都是自找麻煩 就是既沒有人強迫我們開這門課 我們開這個課 一不加薪 二不升等 三這個也交不到女朋友之類的 完全沒有關係 對個人的報酬可以說是零啊 但是呢我們來管院都待我來五年了嘛 那從來的時候開始2012大數據啊這個雲端啊 AI啊什麼的就是講的也是很紅 但總覺得應該要幫大家在學這些高端的東西 之前要有一些基礎 那這個東西總覺得啊不如就等深等以後再做吧 啊不如等交到女朋友以後再做吧之類的 但是也不行 這個是網路上抄來的網路名言 就是要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20年前 不然就是現在對吧 如果我來的時候我們就管院裡就已經有這門課了的話 該有多好呢 啊就沒有沒有沒關係就中吧 就是這樣子 對啊所以這個也是給大家不知道該不該說是勉勵 要是你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嘛對吧 跟我這種人生快要結束的不太一樣 你們呢以後一定有很多機會要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如果你後悔就是啊 早知道當初什麼什麼要是做了的話該有多好呢 就馬上去做就對了 如果你在想我到底要做A還是做B 到底做哪一個比較好的時候呢 你看哪一件事情做起來比較辛苦或是痛苦你就去做 就是跨出舒適圈嘛 你老是做一些自己會的事情 成長就會小一點 所以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做intern這肯定的 做intern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你甚至可以嘗試一點資訊類的intern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然後呢你在學校裡當然也可以做一些industry project或是research project 比如說資宛系有專題 各位有興趣也可以修 公管系也有專題 各位有興趣也可以修 然後幾年之內我相信管院的各系 都會開始規劃專題這種東西 或者是老師有研究計畫等等的 是可以 是可以參加 那又或者是呢 我們資宛系有開這個服務學習 去教小朋友寫程式 國中生國小生之類的 這個很有趣啊 因為教小朋友寫程式需要兩個條件 首先你需要會寫程式 其次你需要有愛心耐心關懷 還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對吧 這不就是在座的各位嗎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倒是不妨跟我們一起去 那你們可能不缺學分啦 但是你們可能會想要看看自己能幫上什麼忙 我覺得那也挺好的 那我們這個學期去了 比如說新竹去了清華副曉 就是以前竹師副曉 的特教園區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了彰化西州鄉的西洋國中 那反正說偏鄉也沒有偏到就是 偏到不行 但是就是那個地方比民船國小荒涼多了 就是這樣子 對所以大家有興趣一起來 也算是一種學以致用的機會吧 好總之這個希望大家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就好好加油吧 然後科技可能會變 但是programming的principle不會變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拿著這學期學的東西 你以後可以做各種舉例反三千變萬化 你是做得到的 然後呢programming language可能也會變 也許30年之後大家不寫python了 但沒有關係 因為你會自己學對吧 你就持續的這麼做 程式語言也好 會計準則也好 法律也好 財經做事的方式也好 東西都是會變的 那大家要自己加油嘛 一直到你死或是到你retire之前 你就是得要自己學 現在已經過了那個30年前大學畢業 就可以吃一輩子的時代了 各位就好好加油吧 你念了台大很不信敵 你競爭的對象就是全世界 絕對不是巷口路邊攤賣菜的阿姨 所以麥太德先生或阿姨 所以總之 總之 念台大是很辛苦的 在台大教書也是很辛苦的 大家在台大 就是代表台灣 然後競爭全世界嘛 你就加油吧 你就加油吧 所以 你一定要有能力自己學東西 那如果你要我給很具體的建議的話 學英文跟學數學 那這個是很重要但常被忽略掉的東西 如果你英文好數學好的話 學什麼都OK 反之的話就比較有問題 你還在學校裡的時候去學一些 你出了社會比較難學到的東西 然後去學一些 你要好好坐下來花很長的功夫才能學會的東西 這是我的建議啦 你們很多人一定會想著畢業前我要去實習啊 我要看看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啊 這種事情是要做的 但與此同時 你不需要在現在培養你出社會以後 馬上就會開始培養的技能 我覺得是這樣 那好在各位是台大同學 台大同學可以這樣子教重一下 因為你畢業大概不怕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把目光稍微放遠一點 這樣子 那怎麼做就看個人 就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 呃 修了這個課 可能令自己偶爾覺得 欸我會寫的事得不錯 好像有蠻多競爭力等等的 其實也沒有 還有很多事要做 對 好 這個學期就講到這了 希望對大家優點幫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了 謝謝